首部的議題的面向上 可以盡量的聚集 大家的議題力量 典委員來了 那我可以開始 我是先例副導學協會的執行長 鄭欣 先代表這次發的團體的 先向大家致上歡迎你 待會我會第一位大家介紹 這次的八個主辦的夥伴 那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進這一次的主辦單位 真的是拔刀場 本來今天的這場呢 應該是會讀會的 但是因為是 那台灣環節力不容辭的 就兼不起什麼樣的一個 刀子的工作 所以我們要請 掌握跟大家掌握幾句話 我們掌握幾句話 好 謝謝 人家會議已經有說了 那這一次當然有 有點拖著 但是呢 我們覺得說今年一定要犯錢 如果沒有犯錢就困難 所以我們就 也不是那個啦 也不是說什麼美麗相助啦 站在一個環境的環境房的一個婚子 我們就 直接抓這個 接下 以後呢 當然 我們就是說 我們的執行長 陳北指南北 絕對處長 陳北指南北 陳北指南北 就很認真把這件事情整個 整個補充起來 那我們非常的感謝 有這麼多的團體 大家來動向盛情 然後 尤其是今天呢 剛剛給很多我想說 有一百多的人 來參加報名 而且有些沒有報名的 所以今天一定超過一百多的人 我也非常感謝 那我想 從前年開始 同舊修案以後 再來七年三月八 三月八協議 到現在 我們知道呢 這三年 這兩年 兩年 兩年多來 其實真正是一個 共有參與的一個年代 我們可以發現說 臺灣的政治呢 已經開始在翻轉 臺灣政治在翻轉 那臺灣政治翻轉呢 那對我們臺灣的環保呢 環保環境來講的話呢 其實 也是一個信息的 因為我們努力 大家一起努力的 這二十幾年來 大家非常努力 但是雖然有一些成果 但是我們成果都會 非常有滿意 那 那因為 現在我們社會區 我們做了改變呢 我們要跟大家努力 那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我們 在未來的幾年呢 一定會對臺灣的環境問題 做很大的貢獻 所以呢 我們今天分了很多組 那每一組呢 我們可以做一些討論 那討論以後呢 我們再 認真的來提起 好 那今天非常 謝謝大家的參與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會長 所以 環盟接下來今天的組 那今天最大的組組 就是頂分嘛 所以要請大家能夠包涵 因為我們是用最經典的人力 最壓縮的時間 遭開這個規矩 但因為我覺得 如果不把大家聚集起來 面對二十六的來臨 其實 我們可能會上市一些時機 所以 今天的進行呢 我們是用最經典的方式 那 由這八個團體 來確認所有的支出 所以大家如果約一塊 也可以追款一次 但最重要的是 我們今天要在最後 綜合討論的時候 才出我們的具體訴求 然後作為 會來一年兩年 甚至下個一百月的會期 要來做捐估的這樣的方向 好 那我就來為大家介紹 我的這八個團體 在這麼短時間 一起來共相聲 我們的荒野保護協會 阿孝瑋 好 我們的荒野民調 荒野同時 除了今天 負責台灣的永續政策 這個分場之外 也進行這一次的 大會的實證 聯絡等等 從頭還有一些實證資源 第二 接下來是環保 環保還是請 非常高 主要是能神水 與非神加油的地益 第四個是 是我們祖父聯盟的同伴 小燈 好 負責能力持有安全 及其他效益 那也負責 今天的 跟我的午餐 會打腿 很簡單的午餐 但是也由我們祖父聯盟來負責 那這下是公民監督聯盟 負責環境政策有稅 所以今天來的 我們請同臉 我們請示位 好 他說 所以他們最主最大 關牌生命協會負責的 七例與動物保護 這也是很多的一題 我覺得這個 都那麼激烈 好 這是很中虛 接下來是 台灣現在也不知道誰會有我 的認真 我們負責的是這個 環境急關於生態的學 我們覺得台灣人很欠缺的部分 所以有很多多生物很重 我們都知道環境會不會過完 歡迎到我們那裡 好 接下來是台東環宏 我們在劉董事老師 當然我們要討論很重的 就是原住你的環境走走的問題 謝謝你們 那麼遠 然後是 這是開首台灣協會的 我們現在的環境 跟太陽是特別 所以今天我們會有 八個小組 跟大家在這邊 進行一天的進行 所以上午上 會進小組的報告 下午呢 也會一直到 三點二十年前 政府要提出具體的訴求 那三點半之後到五點 就要把大會的準確採取 所以要麻煩大家幾年 就我們一起禮拜祈師廣禮 那 是不是我們就 好 大會到結束了 好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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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要用這個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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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要大家一起來 大家一起彈一下 我們一起彈一下 我們一起彈一下 舉手左右的決定 好 我們一起彈一下 其實這個標語很好 我們一起 好 像這樣 一起到台前嗎 好啦 大家想不到台前來嗎 大家想不到台前來嗎 好啦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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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然後我們大會的那個 每個排名中 至少派一個代表 就算你不想移動 至少一個團員就在跳 好 還有呢 陳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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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待會我們還有一個 秘密的橋段 很多的橋段 哈哈哈哈 待會有一個秘密的橋段 其他 大家搞不好 我們就開始 他要去 一起來 來 趙公好 我給他 好 到這邊來 最像根本的東西 口氣不了 有個支持 是不是 快點 你看 在前面 好 那你自己在前面 好 好 大家来自对 好 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 完预万万 完预万万 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 完预万万 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 完预万万 完预万万 好,還沒開箱 攝影棚可以 可以了嗎? 這請大家做一做 我們可以一起吃 謝謝 自己的舞台熬到 回去複雜賴一下 好,幫助關鍵還沒多的 我們有一個 應該說什麼?秘密書本 因為男子都不在一起 我們有同次緣發展 最緣的是來自加拿大溫哥華 誰來自加拿大溫哥華呢? 是同學生 請你來拍照 為什麼不約請林鄭弘老師到台前 大家想來機會難得 他又常常在廣告 透過網路跟我們這個 考量互動 所以我們就不用這個炸櫃呢? 要送一些小小的禮物給他 送給我 這有人露面寫了書 可以聽給人家 那這 我這樣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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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 花了 花了 台灣這什麼意思? 住宿的供應社會 花了什麼 我要注意什麼? 好 我是要注意那個拍攝嗎? 我代表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還有 就是我們NGO會議的一些花旗 簽名物大協會 公民建築聯盟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支付聯盟 支付聯盟 保護基金會 花園保護協會 國安法還勝利協會 我們為了感謝 林盛銅先生 他是我的好朋友 我在念教育 不好意思 為台灣環境運動先鋒 為台灣環境運動先鋒 數十年來 投入正起民主 反攻害污染 水資源及森林保育等運動 為台灣環境 一生愛守護一切生機 無私貢獻精神 乃環境保護運動 工作整治表率 客觀實重 一致感謝 阿羅 我在講 我們其實這個 這個是我們不要做的 我沒有 沒有那種 他便不給我抓太多了 我怎麼會辦妝給他 我怎麼感 對不對 但是呢我要講的就是說 正常誰 真的是為台灣環境 真的是一生的部署 所以我們今天真的非常非常地感謝他 我們現在就好 請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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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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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求一請盛童老師好多人以前他每次看完我就說 不要怕那麼多人的人他是公僕我們是主人 十七二十年來總是在大海他的公僕是主人 好了大家加油 我是覺得改變這個台灣絕對是有努力 真的是有努力 那幫忙退的話會幸福會快一點 我認為是現在過去這麼多年 沒有看到這麼好的氣勢 不管2016年是誰執任 我們都是永遠的對抗 永遠的要抗爭 永遠要以人民台灣這個遊戲會優先 我知道兩千年到來這一塊 大家很多人都不會抗爭 這個是非常抽吻的 我一直在抗爭 你看很多人就罵我自己人 我自己人都是要成功的 沒有從自己人土地為第一優先 環境優先 好不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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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繼續 第一個 第一個大堂 好 我們接下來我們還是高梅杰老師 來為大家這陣子的主持人 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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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掌聲歡迎 好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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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幾天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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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空 不論在這麼多 G6和科技 來報告的態度 對電2.5達標的 看法 那 那這邊最主要講到達標配分 我認為是 可以辦到 可以辦到 而且是在 費額建立的場面下 可以辦到 那下面大概會講到 要清楚的大概5點看吧 那 也希望用這個機會 跟大家做個討論 那一個就是說 我認為作為這個 國主大概先進行規劃 因為 在費額建立之下 寫來我們的電 是一個 整個電 必須重新駕骨 它的想法 那 我想在美國目前的企業來講的話 它現在電燈基金是 它的基站 那在德國來看的話 它的 太陽發電已經佔到20 所以我相信 聽不透過電燈氣 跟 再生的 比如說風 或者 或者太陽來講的話 能夠把台灣的電的問題 把它解決掉 那當然就是一個 很大的討論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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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 台灣電子之下 也許 因為台灣本身的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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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的藍莓基金 那 所以在這裏 我們會建議說 我們可以考慮就是 在說 展場這個位置 基本上在台灣的下頭柱 你可以考慮改成藍莓電場 那 大家 不太捨得 我之前太捨得 那 意思就是在台灣的下頭柱 就是 往於一個藍莓基金 就是很近 以被這個 真的 有時候都會突然 至少台北基金 可以當我們這個 背後的有機戰 那 當配這樣子 無其中 未來在台灣的電 會比較的瘋癒 就可能一些高耗的產業 譬如說台積電 或者是有大 那我們算過這兩個 這兩家公司 它就有一個電 就大概台中電廠 就有十個基礎 其中兩個基礎 那 這麼大的一個電子業 那我們發現 它的獲利其實蠻高的 就是 扣除它是為什麼 它其實才會獲利 那像這個產業 我們就應該保護 但是會鼓勵它 你到南台灣去 比如說南科 那這樣的話 可以就近期的 比較穩定的電源 那其他的部分 我們就會說 那 這時候我們會把整個 比如說 東部可能做一個 天然性的接收站 那這時候 這時候 至少未來 無論是颱風 各種情況之下 因為台灣也有一個特殊點 就是 西半部跟東半部 就風是不一樣的 當西半部 這個東部就很強的時候 在花蓮那邊 風盛的效果 那反過來 當颱風清 海登陸 花蓮之後 那西半部 相對來講 比較是 情況外 所以就是 為了這個 所謂天然氣的管 限了一個 燈散 因為 未來天然氣 會是當成一個雞蛋 所以我們現在在東部 那邊 我們考慮設一個 天然氣管 那這時候 我們把全台灣的 天然氣環保一圈 我講 天然氣環保 都在很多國家 就是跨收 所以環保一圈不是問題 那當然天然氣 我們被封印 充分工業的時候 很多的藍煤的 就是說 電廠 或者是石化產業 那如果未來的 作者還可以 實施的話 它就可以究竟 取得比較乾淨的天然氣 我想這是一個 國土規劃裡面 我們個人建議 很重要的方向 那第二個方向是 社會城門內部化 就是說 很績小化 那我基本上 是希望可以抽 這三個基金 一個是核帶貢獻管理基金 那我想 大家有目前 他們的核能的電視 價格是低出的 我想大家 都清楚做 一定要把核帶貢獻 也算進去之後 台灣至少 在東北季風的 剩下了八九個月的話 台北只要讓 一個電廠出市的話 全台灣大概 就沒了 那這個怎樣 到時代以後 三百年以後 這土地產可以使用 好 所以我們不能因為 片二點的問題 要裏面 那個 那核子不肯 還是 它是第一個要廢掉的 那但是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希望大家的 就是說 我們可以搜尋這個 核帶貢獻管理 算算看到底 核災的風險 這個 所謂的保險 多少錢 把它算出來 那我們來卡住這個費用 那第二個就是 片二點的問題 消費中健康捐 那所謂藍煤 藍氣 產生變成問題 以外 其實不少工業 也產生變成問題 那因為 健康捐這個東西 比較抑鬱性的 也就是說 你如果一個 大的污染源 你擺在中部的話 那北台灣 跟南台灣 其實都受害 那如果擺在 橫村 或者是更南面的話 它其實影響不現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一個 健康捐的方式 就是讓這些大污染源 讓它能夠選擇它恰當的位置 因為它如果擺在不好的位置 能夠密集多 或者在上面上工作的話 它就會健康就要越高 它會其中選到 比如說離島的話 它健康就會少一點點 那就建議說要做這個 健康的捐討 那說了這個錢 其實是要造出目前 就是說 現在很多朋友 得到肺腺來 或者是可能會得到肺腺來 他們要做健康檢查 那另外小朋友 目前大概 所有都有過敏 那現在這只是一個 偏會有關係 所以這醫療的部分 不要必須健康進來 補充過去 而不是由全民的健康 來自部門 那第三個是 溫室氣減的水準 那就是說 我們現在也發現就是說 如果我們要推當講說 尖峰又有電 開始用太陽的來看的話 那當然其實太陽的目前 在國際上的成本 還是比較貴 可能度要到達6塊錢 或者8塊錢 但是它有很多的好處 那譬如說 你也發現到一些 國外的安全的文章 它寫到說 如果你把 你如果以藍捏來看的話 他們社會的總成本 加上自己的成本 是到12塊錢 那藍捏的成本 大概2塊錢 也就是另外10塊錢的話 一個是造型健康的問題 第二個是造型現在看在的問題 那所以我們會說 那這時候 譬如說 太陽能8塊錢 相對就划算了 所以國家的觀點來講 我們應該 即使它的成本 是貴於藍煤或是天然氣 但是一種成本來講 它是低於藍煤跟天然氣 所以我們還是必須來收這個 所謂的溫室效能能源稅 來鼓勵 剛剛說太陽能發電 這個風力發電 這些東西 那第三個 那因為收了這麼多錢 電費性會增加 不過這個增加不是稅 這個增加是有目的的增加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多說了健康 溫室效能源稅的話 那我們就有些額外的經費 可以來照顧弱勢 那我估計電費 如果增加零點 一度增加 你快一毛錢的話 那台中電廠的 1到4號基礎 可以炒台掉 換成天然氣基礎 那如果到 到這個 就是說 6毛錢的話 那所有藍煤的基礎 可以來照天然氣 那如果到不太近的話 那這樣的話 就是太陽能力 風能這些 都會 都會是一個 優勢的能力 相對來的來看 那 那為了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可能 因為現在整個 所有的這些 代產能源 台電公司都不願意 那但是你說 要迎接自己 是太陽能板的話 那因為 政策的關係 其實 它一直有些風險存在 所以我建議說 也許可以修改 我們現在的這個 能源泡 那限制給整個 代產能源公司 那這時候 政府 縣市可以用它的 這種所謂的 它的稅收等等 至少可以補充 補足 民間斷派能力 可能的風險 那最後是比較是交通方面 那今天會建議說 捷運公車 還有第三點 自行車專用的風景 下的道 因為我們 我們對 風險玩的了解的話 現在科技要在40公尺上 設自行車道 那其實空空外面 這是不好的 因為 我們有研究發現 在大馬路間 大概150公尺 以後的濃度就降下來了 但是如果你在40公尺的 大馬路旁邊 設自行車道 你的庫路的 電流量 其實是 比一般 地方高到兩到三倍 所以我會建議說 科技不要在40公尺 設通勤 自行車道 應該是條向道 那臺灣 臺北 臺東 高分的大 向道其實非常多 所以你只要適當的把 部分向道 說這個向道就是 自行車專用的向道 你除了是住在這個地方 可以開摩托車 起摩托車開車進來 其他人就不能進來 就是自行車專用 那這道理的化 非常多 所以我們電腦 永遠在大城市裡面 設置自行車的向道 那以上就是我的 overall的建議 那下面有講一些細節 讓大家有興趣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這次可以結束 那在這邊 第一個就是說 騙2.5 那環環球其實有一個數字 是說清外站的40%以上 那這個數字其實是 因為做警衛隊 就老師我大概認識了 對 那模式其實有些問題 大概40%以上這個數字 那比較簡單來看的話 就是臺灣的騙2.201 然後有1.3分部 那所謂的境外的話 其實就是 臺灣 譬如說 在東北季風的時候 我們知道 在淡水這邊的話 是臺灣的炸溝處 所以這間可以代表 在東北季風的時候 的境外的一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在史維克的地方 有什麼用 那下降機西南的洞時候 可能說 基本上可以代表 臺灣境外的海部 所以這個數字也大概是 十維克至到素維克 一個地方一左右 所以境外來講的話 大概就是十左右 十維克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國家 希望把天文領嫁到 年均值15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臺灣大部分的區域 它的區域大概都是 遠高於30 也就是目前年均值的 兩倍以上 兩倍以上 那如果是以30來看的話 那扣除境外有沒有辦法 去管理的 你必須所有的污染源 要打二個折 那再加上境外 才可以合作15個標準 所以我在 大概 我是蠻有自信的講說 我們要業務 搭掉15的話 污染源可以去打二個折 那這個是一個 非常非常大的考驗 所以跟你們整個 管制措施的話 不能在從委官來做 比如說 採用車家 這個危機控制設備 然後 台東電腦1到4號基礎 不淘汰它 有機器裝備控制設備 這些絕對沒有辦法 我們既有排放量很大 或是沒有辦法 我們必須有結構性的改變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現在結構性的改變 就是天然氣 當基站 再次我們可以當 直接公用電話 那 那 那如果可以 管制下來的話 那我們第一個可以看到 整個台灣的壽命 會增加很多 那譬如說 目前來看的話 就是說在 加里 這個高雄 天分特別特別高 那我們做些簡單的回歸 那我們就發現 天分有在增加的時候 這各縣市的壽命 就在減少 那平均來看 每增加 什維克的話 壽命大概減少 0.7個月 那就是說 台北 或者宜蘭 宜蘭 宜蘭 桃園 相對高雄市來講 大概差個二子維克 的地方左右 那就是 你同樣的一個 經濟的所得 你住在高雄 跟住在桃園 你的壽命就差 一歲半 一歲半 那 反過來講 當我們天分 降到15的時候 那其實大家的壽命 大概會增加 一歲到兩歲 所以這是一個 非常大的 一個地 但是桃園 污染物 要降到 原來20% 那第二個 是說 鹽均值是15 但是 現在 市均值的標準 大概35 那在 所謂收米外 市市這些 二三十的農物 的健康影響 到底是怎樣 那我們看 那個 我們本土的研究 環保守在 電腦的標準的時候 曾經為說 海大政策的幾位教授 做一些研究 他發現說 偏2.5 只要增加到 32 30 或者28 在吸血管上 高血壓上 都會有些效率 也就是說 只要超過 30左右的話 集血管 發變的就會多 那 因為我們看 呼吸道的部分 只要超過 17的話 如果是小孩 小朋友 有過敏器材的話 他就會發現 他的過敏器的肌炎就會增加 那 另外 在呼吸道的部分 太簡單 如果電腦有超過28的話 那呼吸道會發冷 其實我相信 在座大家 不曉得 會提手 你們覺得 你們呼吸道會發冷 會提手 對 這麼少 覺得 常常會 痛痛的 對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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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大概 所以說前兩天 4月3號 這一天 就前三天 大概南風來 第三天 中南風 好高興 好高興 今天大天 反而好高興 那先南風的話 剛才在大陸 有些大改變 那 環保署的標 其實也有標大 當然比較綠色 也就是說 還是比較標準 但是我們仔細看的話 大陸的車站 大概在 40 39 40 那就說 其實前三天 就是今天 臺北市的小朋友 不適合 外出 或者生物品 應該是在外出 不然他就會發育 所以 這個其實非常嚴重 對小朋友 大致的嚴重 那再往 看一下 比較長期的影響 就是 背心愛的影響 那 在 在 2013年 也就是在前年 10月的話 國際愛政總署 他已經正式公告 片二組 一起自來的影響 這樣主要是造成 背來的影響 所以現在大家不要在 懷疑天本能不能造成 會 因為已經 已經 已經公告這些事 那現在我來看一下 背心愛的問題 那因為 天二組 他沒有 他可以弄得到 他可以弄得到 他能接觸不好 他其實上天會有一點 比較差 那我們看一下在台北市 台北市如果大家 在1950 六年代出生的時候 大概知道 台北市在四五十年間 其實是全台灣很髒的地方 那時候我們接觸大概有十公里了 但是到1990年的末期 到兩千年 台北市因為 捷運興建 因為所有工廠建設台北 所以台北的空氣變得好 所以你看現在的建路 大概可以到達了 差不多十五公里左右 那同時間 在過去 像我們不值輩 一直認為台中的空氣好 高雄的空氣好 最近三人跟他講說 不對不對不對 台中高雄的空氣很差 他們都不相信 那為什麼不相信 你看一下 在1961年代的時候 台中市可以看到 15到8公里左右 高雄可以看到 對遠可以到20公里 所以我們自費來講 因為東南部的空氣很好 台北的空氣很差 但是各位看一下 在1994年左右 我們交換 台北市的空氣變好 但東南部的空氣變差了 所以這幾年工業化以後 真正中南部的空氣變差 不是一直變差 是最近二十年才變差 所以表示說 要是我們可以要點短的話 我們有機會 高雄未來的空氣 二十公里 二十公里 我們繼續 家裡可以看到 甚至可以看到 因為肺炎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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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比較自己顧目 你可以看到 在台北空氣不好的時候 1965年到1990年代 可以看到 無論是男生或者肺炎 台北市的肺炎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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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年開始翻轉 你可以看到 台中肺炎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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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是男生 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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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的8年內 能夠確定整個電風點的下降 不然未來做證會跟電風點的下降 那在這裡我們講 達標計劃其實剛剛如果有這樣的想法 我們來看一下細節 那第一個簡單的細節就是說 我們先最簡單拼做的話 是在天2.5高氛的時候 那我們做一些 比如說天然氣當成激戰 那雖然高氛大概是每年的10到4月左右 就是冬天的時候 那我想在冬天的時候 大家知道台灣的電気值是 備載值量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冬天的時候基本上 所有的天然氣基礎大概能夠休息 就竟然要休息 那主要都是你還沒的基礎來運算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台東電廠的案例 你可以看到台東電廠在10月的時候 用發電話 你看它對整個東部南台灣 都非常非常大的電腦有影響 武林達高雄 全部整個東部南台灣 全部都受到影響 所以我第一個建議就是在 比較簡單的就是 馬上可以做決議 就是決議說 那如果一百天通過一個提案說 在高雲燃的時候 那天然氣為激戰 那藍煤就 不夠採用藍煤 類似這樣這樣子 那一下子的話 至少中南部的這些高電風 福利高層 就可以舒緩掉了 大概估計出來 像在南投的話大概 在高雲燃事件的話 大概兩分之十五 左右的電腦 是來自台東電廠 那再過來 那當然普通規劃的路 那台東電廠 這是目前現狀 對全台灣的影響 你看它主要是 台東電廠經濟 以及是中南部 還是三區部份 不過三區部份 應付的人比較少 所以大家其實比較不在意 但是電燃它的影響 你可以看到對整個南台灣 來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的大 對台電的影響 那我們算過就是 目前天二年大概 對全台灣的瘦死 大概是五天 好不好 台電的瘦死 大概是五天 那如果我們把 台東電廠 改燒天然氣的話 我們算過就是 台東電廠 台東電廠 一度電大概增加三毛錢 那這時候大家受損 可以減到一天左右 所以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一度 一度電 多長三毛錢的話 大家可以 每個人平均可以過過十天 多花三毛錢過過十天 看大家要不要 這是第一個選項 那再過來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按照 我們的想法 做國主規劃 重新構思的話 我們就乾脆把台東電廠 移到南台灣去 甚至還有燒煤 那在南台灣這個地方 可能村這個地方的話 它本身 約是在台灣的下等處 只有國南西呢 西南貿易影響一點的台灣 我們算過 其實燒煤的話 它受損也是0.6天而已 與台東電廠 現狀改造天氣 還要更好 那成分量增加 所以 以國主規劃來講 其實我們在南台灣 比較適合 藍煤或者是高澳的產業在南台灣 那如果你在改造天然氣 當然更好 那就是 受損檢減電池也在過 就是這樣 這是國主規劃來講 其實我們在南台灣 比較適合 藍煤或者是高澳的產業 也應該遇到台灣的續航 全島變成這樣 接口的氣調 第五 那即使是6-7也是同樣 如果實在 真的認識非常重要 那當然我個人不覺得 那真的非常重要 你可以看到 我們把6-7 擺在6-7的位置 變成一個形象 是這一道 你擺 那現在有時候 要把實在擺在高雄 或者是高雄港 或者擺在大移 或者擺在南西計畫 其實影響還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 目前 國家進步規劃這幾個實化專區 非常適合 做實化專區 因為它的影響 沒有很大的 那你真是要影響 擺到小雄組的事算 還是影響大 沒有什麼差 就真的一定要遇到 剛剛說的 台灣的下坡數 才有機會 所以國土規劃其實 是這樣子 不重要 後面都好進去 那第二個 那再來 天然氣的接收 大家在花蓮裡面 可以考慮 剛剛說 相對目前的無漆港 那在冬天的花 都是比較小 或者是剛剛說 在海中的時候 如果我們在中海市脈 以西一中 作用電燃界接收 在的時候 那我們的能源市場 是更穩定的 那剛剛講過 台積電來講的話 就是 2012年 它已經收5千億 進益 1600億 用電 50億 那剛剛講過說 最近 台積電的新的文章 他說 一度電的收益可能 10塊錢 台幣 10塊錢 所以我們說 那如果我們可以 設備什麼內部化的話 那台積電 未來會透過電 電業公司 會多出 500億的社會成分 這對國家 所以說非常的重要 但反過來 台積電其實收了 500億 它近億 1600億 那表示說 這個行業是一個好嗎 行業 應該來保護它 因為它還是整個 整個 進來的時間 好 那在其他行業 我們應該講 好 那 那 再過來看一下 有人說 那電費如果是長的話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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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增加很多 那這是台北大學 當世紀教授的研究 那 除了能源院 電力成本 它總成了 4%以外 其他 其實各行 各業來講的話 都是在1%左右 那 講說 電力現在一處3塊 只會長到8塊 增加免費的話 對大部分的行業來講 它的電力成本 只是最多增加到5%而已 最多5% 好 那我個人看好一下 如果 這個行業 電力成本 增加到5% 只增加一點點 那它沒有進生力的話 這個程度也表示 不是我們台灣 應該 鼓勵的行業 那 考開掉就算 我自己想 這樣子 那 那 剛剛講說 我們希望 額外做的這些 健康圈來講的話 可以做 色違成本極小化的動作 那 譬如說 我的好朋友 林志賢醫師 他是 林歇蘭 那個 張華縣 是一個最高票當選 那前兩天 他背線來開刀了 那 那 柯基的 陳佩奇醫師 那 他在這一協商 說 廢線來擴散 好像有差距很多 子 那這些 廢線來 我想大家 可以說 知道 他是在 大部分的廢線來患者 都是在 誘上肺葉 先乾燥到 那 很多醫師跟我講說 他都吃空氣污染 那 其實現在 還好 你這裏 他是 PFD是一起在 大乾燥發展 大部分 包含 陳醫師 他們幾位的背線來 都是在 吸管 進入肺 第一個肺葉 發生背線來 那 但是 背線來 目前健保 並沒有做這個檢查 你必須自費 4千到5千 來做這個檢查 那 在 龍總這邊 有做過統計 他說只要 篩檢330個 就會有 發現 一個人得到 背線 他不知道 但是你檢查之後 把肺葉切掉以後 你就有 你就基本上 沒問題 所以 如果國家 可以跟 污染電子 受健康圈 那 給這些 媽媽 或者是 其他 他可以用 做背線來檢查 的話 可以救 很多的神秘 這是 社會成本的 吉祥化 那 第四個 可能是 我們環保環境 要講的問題 是說 我們收了健康捐 我們收了 能源稅 我們收了 何在共同基金 電費 可以增加 可以增加 但是 我們可以另外一個算法 是這樣子 就是說 那因為民生用電 只佔 所有的電大概 17.8 所以 如果我們 假設我們現在收到了 五塊錢 就好了 那表面上 每個家庭每度 多五塊錢 但是國家 從其他地方 收了 四十塊錢 那 這時候 我們國家就 七七可以轉 甚至說 兩百度以上的電 每個人用電 兩百度 我乾脆就不挑戰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多轉過來 其實是 我花 表面上我花一塊錢 算四塊錢 好 所以其實對整個 照顧弱勢來講 很大的方法 你可以 有這些額外的兼費 照顧更多的弱勢 那對剛剛講 各行各業來講 我花 電力等級 多到五塊錢 好 真的不是很大的 那 那再過來 一個盤就是說 點點低毛 是我希望的最少 我希望品牌更高 越高 其實大家賺得越多 但是你可以高到就是說 增加五塊 就到八塊錢的時候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很多的風力 太陽 這是美國 那個能源資訊局的資料 他說 太陽銀板的話 目前的成本 大概是 0.2美 所以大概六塊錢左右 然後 風力的話 大概也是在 一毛錢到 46 也是在三塊錢到六塊錢中間 所以 所以我們真的是要把 我們真的要來 就是說 走到下一個四季的話 我們電費 增加像 德國要到 八塊錢左右 我們 還賺得過來 還賺得過來 所以我希望說 大家可以考慮看 電費 增加1.1毛 然後部分的天然氣 或者乾脆增加到五塊錢 我們就這樣 增加到五塊錢 那麼所有的 在這門也都會 那 這是大家可以來思考一下 好 那最後 就剛剛講的是 自行車專用道的一個設立 現在我想 在台北市 那大概是 我們國家得天不破的地方 那我這邊的資料是顯示說 當捷運興建之後 才1997年前 那個捷運還有開動 1997年到2000年 大部分的捷運通了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 偏二頂的污染物 減少了63% 納磁減少了31% 薩水減少了95% 所以捷運的費用 是真的非常重要 那當然最好 可以再搭配自行車道 自行車的專用下道 讓它 給用的更多 這是 有關交通政治的建議 好 那 那以上就是 我的報告就是說 如果各位可以考慮到 我個人的想法 那我相信 因為台灣電到15 那到15 那到15的話就跟 美國 加拿大差不多 就是這樣 無論是 增加接種 外面看就是藍天 就是藍天 那到 像這個情況之下 剛講 無論是 受命 無論是 肺炎來攻陷 無論是 小朋友的這些 過敏 感冒 發炎 都可以幾乎沒有 好 那我相信 在這麼好的一個 偏二頂的情況之下的話 到我們這邊會整個 結構性的改變 我們會邁向一個 文明國家的吸引 那這時候 譬如說他們的醫療非常好 但是 全世界的人 都會想到台灣來做 有病 只是照一看一個道 就回省不去 他為什麼 因為這個空氣不夠好 但是 如果翻轉以後 他甚至就在台灣有病 那這時候 我相信 我們的醫療 都會再跪 都會流過來 那當 這個 天空整個是藍天的話 我們的 導演 所以 隨便照 就是很漂亮的 外風景一樣 所以想給 拍出非常好的作品 那 文化 教育 那我們現在的中心大學 來講 在全台灣 大概算是 中間 上面一點點的學校 但是 如果 電文有很乾淨的話 我覺得 有人去 上海 唸書 來中心大學唸書 搞不好 覺得來中心大學唸書 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們這邊有 該進的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 吸收到更好的人生 那 觀光 甚至金融研發也是 那就像金融業 研發業 就是這個東西 他們見得要在 北京或者上海 那 他在台灣也可以做 也可以做 他支持說 我們要吸收這些高階人才 來到台灣 那 所以這 我相信 賣相 國家一個吸引人 那 現在一個 好事情是 就是說 我們看到雲林憲 剛剛 公告出來 他準備 來 禁燒 這個 森美跟石油膠 那 在這兩天 立委當家 聚法國民黨立委 他準備修 空母法 準備修 馬性基本法 準備修 電液法三法 那在電液 禁燒石油膠更美 那 環境基本法 要 只要生產過的 排放污染物 每年必須提供經費 受影響的 這種功能 進行健康健康 健康健康的概念 那我想現在 其實是一個 好的契機 就是我們 也許可以跳脫政黨 真的可以為 下一代 這一代是下一代 下一代的 這個 那我報告到這裡 好 謝謝張老師 我想很清楚 我們的環境首度 不是 不是一群這個 這個 這個 常軌人 反而是我們是為了台灣的勇氣 好發展 這些教育文化 光光 生命的勇氣 這都是基礎 所以我們 在政府 比較 環境 去辦事 就是要讓分組 來做這些 所以 好 其實張老師 也幫我們提出了 一個宿權 那待會兒我們有分組的時候 我們 有分組的時候 有分組